各位朋友早晨 今天是12月25日 大家都知道是一年一度的聖誕的節日 我們今年其實和去年的同一一樣 我們都一早來到一間會遊 退到中聯辦 就是因為去年的12月25日 中共政府是重判 劉曉波首一年的有機徒刑 我們在去年的12月25日 去到中聯辦抗議 我們今年是會繼續去中聯辦 表達我們對重判劉曉波的強烈抗議 要求立即釋放劉曉波 和所有在囚的良心法 而對於劉曉波在10月8日 是獲得今年的會議和平獎 我們都看到過去的兩個多月 中國政府是用各種不同的方法 是對在內地的維權人士和家屬 進行種種的打壓 包括劉曉波的太太劉霞 是一滴遭到軟禁 劉曉曉波的小弟 也都在早前說過近期 更加是連樓下都不能去探討劉曉波 另外我們也都知道有其他的人士 都因為劉曉波獲獎這個原因 在近過去的兩個月 是遭到一個監視 包括丁子林 他是和外界收入聯絡超過兩個月 近日才是能夠回到北京 但是在過程裏面也是遭到 中國的國家安全的人員和警方的各種的刁纜 令到他是出現身體的問題 甚至要進入議員 這個咪了 是的 那有支聯會聯同另外11個的團體 我們是有個聯署的聲明 也都會一根遊行去到中聯辦 是表達我們強烈的要求 立即釋放劉曉波和其他的良心犯 停止對運運人士和他們家屬的監控和干擾 我們現在是由行去到中聯辦 支持領八現場 支持領八現場 立即釋放來一波 立即釋放來一波 支持領八現場 立即釋放來一波 立即釋放來一波 停止監控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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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監控定 劉枝